这个冬天带上心爱的她来吃狗熊领巴 三世长白山,临世大心安妮,香是雪香 第一天飞机落地哈尔滨,入住市区酒店 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中央大街,圣索菲亚大教堂随便逛逛 第二天坐直动车前往雪香,车程五小时左右 沿途街市,临海雪原的梦幻景色 住宿选择雪香大石碑附近,去哪都方便 雪香门票120元,48小时内无限次数进入 主要的景点有雪云大街,童话世界,梦幻家园和博物馆 其中梦幻家园还要198元的门票,个人不建议购买 旁边的棒锤山观景站道一样能看到全景 晚上一定不要错过六点半的花车巡游表演和七点的篝火晚会 雪香很小,只有百来户人家 从村头走到村尾20分钟左右 第三天早起,在日出时分派一段泼水成冰 建议为民宿老板接点热水,景气内50元一壶,着实有点坑 随后去冰雪画廊体验一次马拉爬里,雪地摩托等雪上项目 或者去驯路场近距离接触盛到老人的坐骑 第四天,拼车前往亚布利滑雪场 门票加雪剧250元左右 换完雪后,可以选择在亚布利住一晚 也可以直接坐高铁返程回哈尔滨 这样形成下来,三万酒店和车三门票 我们一起两人才花了1800块 想来的你可以找我要攻略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